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曝光说原来吴玉飞竟然有一个叫战守则 网友怀疑说难道是串供好所以免压人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温家来宾地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宏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张祈凯 大家好 先前山头额台风席台 当时有侧意还在不断地吹捧说 风电的发电量破了新纪录了 那么这一次康瑞台风的强准 可是被测到有最强的17级 那到底风电的表现如何呢 网友却发现台湾昨天傍晚的绿电占比 竟然是1.1%而已 真的是非常的夸张 而且是将近95% 通通都是火力发电 你看看这样子的所谓的绿电的发电 看起来能够接受吗 不就是火力全嗨吗 郭正亮就说因为台风火电已经达到94%了 绿电碰到特殊气候就是不能发电 这缺口有多大呀 你说2030要有绿电 那到底是凭什么可以达到30%呢 难道真的是要看老天爷吃饭吗 好 过去郭智辉部长曾经抛出说 要去菲律宾去种绿电 挨轰说那你这样电价会创新高 你病急乱投医呀 当时的郭智辉甚至还为这样的说法曾经有道歉过 但没有想到昨天他又来了 他又要去菲律宾种电了 他说菲律宾地大非常适合发展绿电 而且专家评估其实只要达到经济规模 那光电可以降到每度电子要3.7块钱 如果量够大还可以降到3块钱左右 加上海底电缆的缆线的耗损 他认为可以控制在15%以内 因此平均下来每一度电的成本不超过4块钱 和台湾发电的成本差不多 那不就可以去菲律宾种电了吗 但网友大惊失色说 你这数据哪里来的 哪里的专家告诉你的 难道是云报的专家说的吗 好 网友说 政府不是说台湾不缺电吗 怎么又要跨海去买电呢 谁来解释一下好吗 因为网友说进口价每度还不到4块 结果我们国产的价格每度电要7块钱 我又学到新知识了呀 好了 虽然民党大力的鼓吹说 吹捧绿电好棒棒 可是看得出来 现在还是在靠火力发电 来补足用电的缺口嘛 那过去的王美花 他可是曾经有承诺过 台中的火力电厂 增加一个燃气机组的话 就可以减少一座的燃煤机组 但没有想到 最近环境部召开了 这个中火二期的环屏大会 结果竟然完全没有要求 中火必须要实质的减排减污 就通过了环屏耶 哇 那这四座的燃煤机组呢 也没有要这个变成不见 只是说变成转为备用而已 这让卢秀燕市长气炸了 他说啊 这个中火的环屏审查呢 根本呢 就是因为是这个环境部 升额之后的第一次的表现嘛 就竟然是只增加了污染 没有减少污染耶 那就是要中部的民众用费发电 成为污染的护航者啊 那不是比以前的环保署还不如吗 他说环境部没有资格称为环境部啦 应该要降格才对 立委罗廷委也说呢 完全不顾民众的健康也不为了环境 却是为了污染来护航 那你环境部要不要改名叫做 护航污染不好啦 如果电力真的充足的话 我们还需要这样不断的烧煤吗 结果环境部长怎么说呢 他说哎呀你看嘛 就像我们不是台台风吗 台风天啊 我们不是会拿手电筒来暂时取代灯光一样吗 中火也只占这个台中空雾的一小部分而已啊 台中的立委蔡其昌怎么说呢 他说不行啊 不能够把这个燃煤的机主给裁测掉啊 你说台湾如果被大陆封锁 导致燃气无法输入的话 那国安考量之下 不用没有必要坚持 一定要这个盖几座拆几座吧 应该务实考量理性来看待啊 好啊所以要用费发电来雇国安了吗 好郭智慧解释说 要到菲律宾去种电的原因是因为 四月份美日飞签署了一个旅送经济走廊 是美国好朋友问我们说 哎呀我们是民主同盟啊 要不要一起来参与发展绿电 所以才要去菲律宾去买电的 可是问题是 你说那个是四月份的事情 但是云豹六月马上先到菲律宾去投资 到底是我们政府的敏感度太低不如云豹 还是说穿了其实就是讲好了要去买云豹的电 这云豹的专家都把资料帮你给写好了吗 这个我们齐凯哥怎么看 这个经济部长郭智慧真的是跟月亮一样 初一初五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礼拜二总咨询的时候还特别问他 台湾的绿电到底够不够 他拍胸脯说我们的绿电绝对够 我就特别问他 那你就不会要到菲律宾去给我买电 他说不会不会不会 结果今天马上马上就又改口了 他什么疾病乱投医吗 他今天讲的是什么 他改口说我们以前绿电完全是除过 没有问题 包括什么辉达要回来 一百一度的绿电都没问题 他今天承认了 他说我们的太阳能发电 还有风力发电 现在都碰到瓶颈了 所以必须去菲律宾 这是他今天正式承认的一个点 那现在严重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你明明知道去菲律宾要去买电 或者是去发电 难度是很高的 我一个最简单的 我们现在连南电北宋都出问题 北部的电为什么会吃紧 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台电 现在连南部的电 要送到北部都是问题了 只有你现在跟我讲 你现在从菲律宾买电 然后买个海底电缆进来台湾 你这不会太夸张啊 国内的事情你都做不好 你可以用一个海底电缆吗 这是一个技术面的问题 第二个时间的问题 最近有两个国家 他确实在谈海外买电这个事情 就是新加坡跟澳洲 什么时候才能够做好 2030年 现在多少 2024 还六年以后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缺电 或者特别是绿电 是迫在没谁好不好 你在讲六年后 甚至可能是更久以后的事情 时间时效性来不及 这另外一个问题 成本会不会太高 盖一个海底电缆要多少钱啊 他还讲到什么 要有一个是运输船必要的时候用运的 你把这个成本算进去 你现在说一堵四块 一度四块 你把那个建海底电缆的 时效性要建多久 然后第二个 它的成本再算进去 这个电怎么会是便宜你的吗 第四个也是很严重的 大家知道吗 你去菲律宾买电 菲律宾的电有两个特色 有两个特色 菲律宾的电严重的不足 而且不稳 第三个 它的成本 它的电价是非常贵的 所以现在很多国外的外商 为什么没有到 这个旅宋岛跟菲律宾去 就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嘛 那它现在是缺电 而且它有一个 它跟我们 马尼拉跟我们台湾 是在同一个石区里面 你要去买电那个地方 最好就是石区是不一样嘛 就是我们要用电的时候 它用电比较少 你这样才有办法买 现在两个都是 我兼锋的时候你也兼锋 买这很不方便啊 菲律宾跟我们就有这个问题 你现在要跟他抢电吗 他现在电力可能 老讲没有那么 需求没有那么大 可是当你以后 他如果要需求要大的时候 你要跟他抢电吗 你电在人家的土地上 怎么去跟他抢电 所以你看我至少算了 四个大的问题 所以郭智惠 你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要嘴巴一丢出去 然后已经被人家骂了之后 你就收回去了 结果你现在又来丢 人家就会问啊 你是怎么样 听了专家是云报的吗 你上次讲的时候 云报连续股票涨了好几天 你这样你现在又谈这个事情 云报的股票又要涨吗 人家会不会 现在你变成是云报的代言人 是你没有观商过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更重要的 你做的事情是不切实际的 你这样觉得太阳光电发电 出现瓶颈 风电出现瓶颈 对不对 你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啊 那第一个有一个无碳的 有一个运载的基准啊 就是核电啊 你刚才讲这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台风天的时候啊 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火力全开 就是所谓用废气发电 高达94% 我跟他讲一个更恐怖的 22号 22号的凌晨 晚上到凌晨6点之前 98点多 就是那个时候的 我们所有的这个绿电再生能源 全部都是没有的 就是在22号那一天 你如果白天你到外面那个凌晨的时候 5 6点的时候你早上起来 然后你去外面那个运动 你就变成一个大型的 人体的空气清净机了 那现在严重到连台中 你看台中本来就说 这个空污是严重的 卢士员他们就争取说 你如果真的要改成天然气 那你要把这个燒煤要拆掉啊 现在政府竟然不拆 就留在那边嘛 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电力随时会不够啊 他随时叫你要吸更多的这个 这个烧的跟煤的空污进去啊 好那两个问题来了 第一个 我们先不要讲烧煤这个问题 光是天然气本身的污染有多严重 为什么很多国家 为什么要发展核能 为什么要发展这个再生能源 就是因为烧这个火力 包括天然气 你是用废机去发电嘛 台湾为什么废线来那么严重 特别是在中南部很多地方 就是很多人在怀疑说 是天然气跟燃煤嘛 对不对 你应该政府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结果第一个 你也不解决这个问题 那连环境部长都是在讲 他说污染不严重 我跟他报告一下 天然气不是没有污染 天然气的污染空污是染美的一半 那可是还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啊 那你为什么现在不静下来 你现在有一个可以无碳的啊 就是你的这个核能啊 你核能为什么不能用 我们本来蔡英文上台八年前 我们所有发电里面有16%左右 全部都是核能哦 被民进党这样搞搞搞搞搞到现在 剩下一个核三厂的二号机 现在还继续运作而已 占多少 剩3% 结果他明年又要把他又把这个废掉了 就是我们的核能 那种无碳的这个发电 全部变成零了 然后他取代的是什么 大部分用的就是用你的废去发电 这对人民伤害有多大 另外我跟大家报告一个 基最近这几天一直到12月1号之前 我们现在很多时间都是用废在发电 为什么 因为现在核三厂仅剩的那个二号机 现在正在大税修 税到什么时候 12月1号 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凌晨 大家看一下 如果那段时间里面真的那个什么 什么风都停 太阳 太阳当然晚上 晚上都没有嘛 到清晨之前太阳没有出来 所以他那个没办法发电 如果风力也没有发电 我们那个火力发电 全部都在90%以上 可能大家要尽量避免外出了 我在种子行的时候 我还特别提醒 我们的这个行政院长说 这是很严重一个问题 他竟然不承认 他说那个天然气 已经比那个燃煤火好多了 我刚才觉得才是一半嘛 要不然的话 卢萱他们为什么要抗议呢 我现在郑重地提两件事情 就是说从行政院长 到这个经济部长 到这个环境部长 赶快去面对我们在很多时间点 特别12月以后 以前我们的火力发电 晚上到白天 到这个凌晨之前 那么高 怎么样去保护人民 这个事情是你要做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 政府现在西澳领吹飞 现在卓榮泰到现在一直在讲 他在那天我总执行 礼拜二 他说我们的绿电已经16%了 我就提醒他好几次 我们的绿电到目前为止 10点多而已 连11%都不多 你讲错话 你不要赶快更正 你再不更正的话 西澳领吹飞 就变成个北山院长了 讲谎话的北山院长 过去郭志辉部长说 要到菲律宾去盖电厂 然后再用这个海底电缆 把绿电给送回来 当时就被质疑说 你这样的成本是天价吧 然后当时的郭志辉也承认说 对啊 因为海底电缆的限损率 是高达三成左右 也是一个成本 结果这回他又改口了 他说经过专家的评估 电缆送电限损 其实只有15%而已 因此加总起来 每一度电的成本 不超过4块钱 哇 这么棒啊 那根据台电的资料 我们现在在台湾 台电短购的光电 每一度电平均是 3.7到5.7块钱 封电最贵的还要7.4块 如果从菲律宾重电 这么便宜还不到4块钱 我们干嘛大费周章 在我们这个台湾到处去重光电啊 然后呢到处去想办法盖 这个风电机的风机呢 那我们现在不干脆 直接到菲律宾 立刻开始买绿电 不就好了吗 如果政府的缩帖 不是云报给的 那不就是证实 台电现在大亏钱还要涨价 就是因为都在跟绿油 有买超贵的电吗 兵哥怎么看 我先代替昨院长 跟齐凯哥报告一下 那个其实他那个 就是绿电占16% 没有说谎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说谎吗 因为很简单 那是某一天大中午 太阳最大的时候的一瞬间 它可以到百分之16 然后就没了 不是一年也不是一天 是一瞬间 对 就那一瞬间 就是这样子 他每次都用这种招数啊 他不去跟你讲平均的度是怎么样 就是某一个瞬间我达到了 我你看我已经达到我的目标了 这你知道谷谁有什么用 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是 你只要是用太阳能的 你晚上就是没有电 就这么简单嘛 这个我想世人都知道 不用再解释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 你到底打算要骗国民 骗到何时 然后郭志辉 大家也觉得很好笑 你之前才被打脸 然后现在自己又回来 然后郭志辉 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 我不知道他问了是哪一位专家 那一位专家 应该可以董诺贝尔讲 你十几天前耗损的 要到百分之三十三 还不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三 你突然间就锐减到百分之五了 这种节能方式 不得诺贝尔讲 真的这个评审都瞎了眼睛了 真的 这实在是太高强的科技 麻烦马上请这个郭部长 把这一位专家拿出来 让我们匹庞姐 让我们敬仰一下 哪有这种专家 我根本就没有 这是唬烂的 因为实际上 我根本都觉得 他们连工程评估都没有进行过 就是天马行空在脑袋里头想 理由很简单 我们台湾拉电缆去澎湖 花了十年的时间 你要知道 台湾海峡只有几十公尺深 你知道巴塞海峡多深 两千到五千公尺 我都不知道这样要怎么拉海底电缆 我都不太晓得 然后 你这么工程的难度差距这么大 距离远那么多 你告诉我说成本会比较低 有人会相信这种事 我跟大家保证 其实刚刚齐凯哥也提到 菲律宾现在给他国民的电的 那个美度的价钱 就已经比台湾贵很多了 他每一度民生用电 是6.38到6.46 光民生用电就这样 其他工业用电那更不要比 而且他供电还超级不稳 因为他发电量都很不足 那你觉得 如果我们去那边建了电厂 你是菲律宾政府 你会先供应台湾还是先供应菲律宾 你觉得 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如果真的像郭志威所宣称的这么便宜 我是菲律宾政府 我一定要求你要先给我电 你怎么会先给台湾电 你电厂建在我家 这不是很好笑吗 然后再来 我想 郭志威部长 你是不是人根本不住在台湾 现在是你的AI投影 你如果住在台湾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的邻国菲律宾 它跟台湾一样 也是个地震多台风多的地方嘛 那菲律宾的基建 又远远不能够跟台湾相比 所以只要有台风来 我跟你保证 你的太阳能田一定全部被淹掉 我们每一次台风的时候 你去看菲律宾从无例外 就是一片汪洋 然后所有的民居都被淹了 连住的地方都被淹了 你觉得这种太阳能的地方会不会被淹 那请问一下那些设备怎么办 大概几乎就全挂了 那个成本损失谁负担 所以这你光是你基本的可行性评估 我觉得你都没去做 但是郭志伟为什么要一讲再讲 被打脸还要讲 我告诉你他也是不得已 我这一点我要帮他讲话 因为这是老美交代的任务 因为这个就是李宋经济走廊 这是老美给菲律宾的承诺 我要帮你做这个东西 然后结果呢 因为老美的关系 大陆跟菲律宾现在之间的关系恶化 就没有办法协助菲律宾建这个东西 那所以老美就把主意打到我们台湾头上 叫我们台湾吃下这个东西 跟吃莱猪差不多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一样啊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就准备书写给菲律宾吧 我告诉你 其实他们也知道 从菲律宾拉电来台湾根本是很不切实际的东西 但是呢 重点就是政府要打算拿钱去补助云豹能源 第一个照顾自己人 第二个到最后我给你保证 云豹在那边建的电厂绝对是给菲律宾用 而不是给台湾用 因为你拉电过来经济消息太低嘛 而且你拉完之后 你不只是线拉过来而已 你还要建除能设备 大家知不知道除能设备多贵 经过除能的电 每一度多0.3毛 0.3块钱 就多3毛钱 这些都是成本累加 然后还很会 电缆很容易被什么 被勾到会耗水会断掉会干嘛 你就随时等着断电 所以这种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不觉得很好笑吗 然后齐凯哥质询 其实问到一个重点 他不是才刚跟我们说 2026年我们绿电可以到550亿度吗 那你现在又告诉我说 我们国内已经到了瓶颈不够了 所以到底哪一句话是真的 有人知道哪一句话是真的吗 所以我最后要用什么东西做总结 郭志辉以前最有名的 崇岳董事长最有名的 就是每年都说要进军职棒 然后每年都共沽都吹牛 所以这个人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子 就是吹牛大王 你相信他你这个傻瓜 同样是不是换人执政之后 马上就承诺跳票了呢 过去的王美花部长承诺中火 只要增加一座燃气机组 就可以减少一座燃煤机组 但最近环境部召开了中火二期的 环平大会 不要求任何的减排条件 直接环平过关 鲁确气得痛批 环平审查没有直字片语 谈到要如何减少空污 那不就是摆明了 要拿中部民众的费来发电吗 环境部没有资格 称为环境部应该直接降格 因为他们是污染的打手 卓奎解释说 中火空污的排放和过去相比 已经降低了七成了 旧的燃煤机组 只是留下备用而已 可是问题就来了 就像刚刚这个齐凯哥讲 如果说电力先前不是才承诺 我们很够吗 还要给回答吗 电力这么足够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继续的燃煤呢 如果民进党立委不满 在台南盖燃气电厂痛批 为何非核的后果要由台南来承担的话 那现在中部人也要问 凭什么要用中部人用费发电 来帮民进党的非核家园来买单呢 立委您看 民进党一而再再而三地跳跳 全世界的趋势努力的方向就是停止火力发电 其中最脏最污染的燃煤发电 然后改为干净的绿能 包括核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节目里头 我们也曾经提过最近英国这个老牌的第一个 发起工业革命的国家 停止了燃煤发电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天 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像英国在内的许多先进国家 他宣布停止燃煤发电的时候说 我们要把这个发电机组留下来 留下来不是要用燃煤发电 是要备用 那为什么英国可以不需要把燃煤机组留下来备用 而台湾需要呢 很简单 因为台湾缺电 不缺电干嘛要燃煤机组备用呢 那我们为什么不用核电厂机组备用呢 一句话就戳破了民进党 长期以来最大的谎言 过去在台中火力发电厂 大家都知道有五根烟囱 所以中部的空污非常严重 这些年来都是用命用肺在发电 所以我们曾经在2018年公投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 那现在民进党的承诺 基本上就是空投支票完全跳票 我们应该是要把高污染的这几根烟囱 这些燃煤发电厂全部停掉 但今天因为没有了核能发电 化了一个大饼 现在不到10%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但是在民进党的大兵里头 有20%是再生能源 即便这个空中楼阁实现了 抱歉 我们还有80%是靠火力发电 这不是反其道而行 大开倒车吗 我们应该是把燃煤发电关掉 用核能发电跟再生能源发电来取代 结果我们不是 我们是把我们的核能这个安全干净的绿能给关掉了 然后现在八成靠火力发电 里面一半要看现在在做环平的天然气 然后呢 然后还有一半 也就是还有高达40%的发电 是靠最脏最污染的燃煤发电 所以今天的争执在哪里 为什么要用天然气 就是说你把肮脏的燃煤发电关了 你关一个机组 增加一个天然气的机组 结果现在民进党就是赖皮 燃煤的不关 天然气的还一直增加 错误荒谬的能源政策 拿老百姓的身家安全开玩笑 更不要讲三阶四阶工程 整个台湾宝贵的沿海的生态 全部破坏殆尽 然后能源自主还是一样悬在半空中 因为天然气就是只能七天到十天嘛 也是要从国外用船把天然气运来台湾 所以这对台湾的能源选择来讲 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就是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又臭又硬 不合理的神主牌 所以台湾才要每天干这一些 劳民伤财的事情 中部的民众当然不答应啊 凭什么让他们每天用肺发电呢 台中市政府当然不能答应啊 今天是整个大中部 不是只有台中而已 南投更惨 因为南投在内陆还没有海风吹掉呢 所以台湾肺腺癌居高不下 原因何在 每一天的生命威胁你不去面对 你一天到晚在那边渲染说 何能多危险又多危险 我就说嘛 这跟全世界的潮流都是刚好相反的 证明民进党的愚蠢 还有民进党的刚愎自用 是把我们百姓的生命堵下去了 更何况这种错误的能源政策 一下子不就被黄仁勋戳破了吗 你有百亿的绿电再来找我谈啊 你看人家为什么这么拽 就吃定了你没有绿电啊 知道你民进党搬不出绿电来啊 所以啊民进党政府 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 集体的历史工业 中火增加四部燃气机组 可是呢燃煤机组竟然要留下来备用 那不就是那个大跳票吗 好 卢秀燕炮轰环境部 是污染的护航者放水者 结果环境部长彭启明就说 没有嘛你看就像台风天啊 我们不是要准备一个 备用的手电筒一样吗 就连绿营在地的立委蔡奇强也说 如果说大陆封锁燃气进不来 的话那我们总要留着燃煤机组 来备用吧 大家要思考国安的问题啊 好了 那民进党不是一直说 我们的电很够吗 我们应该要有足够的备用的电力啊 怎么还要靠烧煤 才能够有备用的电力可用呢 郭正亮就说了 其实全世界的工业国家 现在真的就只剩下 中华民国跟德国还在搞废核啦 问题是德国的隔壁叫做法国 法国是全世界核电最多的地方 有近七成的核电大国啊 那德国缺电的话马上可以从邻居家调电来用 那请问台湾是个海岛 我们没有电的时候要找谁来讨救兵呢 鸿威怎么看 其实这次中火的这个燃气发电组就是增色 然后这个燃煤发电组呢 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 然后把它拆除 这个是中央政府的跳票 而且中央政府的诈欺 因为在之前王美花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 曾经承诺台中 就是中火如果增加一部燃气机组的话 那么就同时减少一部燃煤机组 可是呢现在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大跳票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包含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的民意代表 以及甚至环团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 也就是你们说的事情又是完全的 就是都不算数了 那另外我觉得蔡其昌 你身为台中市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你说的话 完全没有站在台中市民的立场去讲 而且呢你都说的话根本完全逻辑不通 他说为什么呢我们要留下这个燃煤机组 是因为呢天然气 它的这个如果呢我们被这个中共封锁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天然气进来了 那我就想请问你啊 那为什么我们能源政策的这个整个的发电结构 天然气发电要占50%呢 如果天然气这么脆弱的话 请问一下你要不要去问一下赖清德 你要不要去问一下蔡英文 为什么我们的能源结构燃气 也就是天然气发电占的比例最高 高达50% 如果它这么脆弱 为什么还要让它50% 那如果你去分析所有的这些 这个发电的这些结构的话 燃气天然气它的安全存量最低 可能7天 现在说可能也最多延长到11天 那你知道我们燃煤就是我们煤的安全存量有多久吗 也没有多几天呢 大概就是56天 不到两个月 所以就说你如果觉得天然气呢 可能会被封锁进不来 那么煤矿也是一样啊 你没可能只要被封锁两个月 我们一样啊 一样通通都没有办法供电 好那如果今天你要考量到整个国安问题的话 那我告诉你 我们的核电燃料棒的安全存量多久 一年半 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舍掉可以安全存量 一年半的核能发电 然后呢去弄一个安全存量只有11天的天然气发电 那你所谓的韧性发电 国家的韧性 社会韧性在哪里 所以民进党讲这些话 全部不攻自破 说实在 你弄来弄去弄什么绿电 不就是在土地你绿油有吗 刚才呢特别提到就是郭志辉 他大概在十月中部突然这样子 那个天马席空讲说 哎呀要在菲律宾来设发电厂 绿电厂 然后从把它运回台湾来 快大就 就是觉得说 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讲 因为你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风声 结果呢我们一看原来早在六月的时候 云豹能源就已经宣布在菲律宾插旗做这个 他们就是要做光电厂 哎真的很好笑耶 搞了半天我就说原来你郭志辉是云豹写给你的哦 然后现在又告诉你胡说八道 他说只有四块钱 我现在哦 我老讲我就发函请进一步告诉我 请问是哪一个专家学者告诉你了 你告诉我吗 陶芳你去问云豹啊 没有那我就去问你 到底是哪一个专家学者给你的报告四块钱 你知道像我们光电哦 我们台湾自己还不经过这么深 五千公尺的这个海底电染过来哦 我们在台湾你跟民营电厂买光电 一度电就要五块钱了 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在菲律宾可以买到四块钱 我完全不理解耶 这个算盘到底是怎么打的啊 所以你知道他们就在骗 民进党从头到尾都骗给你听 然后只不过是在图立他们特定的律游游 不管在台湾 台湾赚不够对不对 现在要跑到菲律宾去赚了 赚得更多 你现在在到底在扯什么 可以一度电四块钱 你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所以呢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的悲哀就是 我们所有你看从企业来的郭志辉 到了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就不敢讲真话 然后后来变成讲谎话 我们本来他不讲说 这个核电也是干净的电 然后核电应该要发展 然后现在不敢讲了 现在跟你乱扯一堆了 现在跟你扯什么菲律宾要 要从菲律宾买电 同样的彭启明 彭启明过去大家也尊重他 他是气象专家 可是他讲话也越来越政治性 告诉你说 哎呀其实没有关系 就像台风天准备手电筒一样 你有事吗 你作为一个环境部 一个环平 整个的新增四部燃气机组 整个的环平报告 没有任何的空污减量 没有任何的温室气体减量 然后可以完全通过 这样的一个环平报告 这叫做环境部吗 没有错啊 我觉得罗廷伟讲的没有错 这叫做护航部好不好 为什么在民进党执政下 所有的部长 不管你之前是来自企业 或来自学界 来自专家 只要坐在这个位置上 就没有真话 然后谎话连篇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